影响孩子长高的考察啊 以后别再给他买了 趁着食衣在家里做一个 先把这个猪肠衣用清水泡30分钟 把猪肉剁成馅 别多太碎影响口感 再加盐白糖鸡精胡椒粉 生抽老抽淀粉葱姜水 向一个方向搅拌至上劲 泡好的肠衣用清水多冲洗几遍 你现在要买肠衣还送一个观察器 把泡好的肠衣一头系个扣 另一头给它套在观察器上 再把肉馅塞里就可以观察了 香肠别灌太满容易破 灌至八分满就行 灌好的香肠先用手按均匀 再用棉线给它系成结 再用牙签戳几个小孔 避免煮爆 处理好的香肠这样风干三小时 吹干表面水分这样更脆 再把香肠冷水下锅 加点姜片 中小火煮20分钟 切记不要让水开 避免煮爆 煮好的香肠从打结处减断 放到冰箱里冷冻就可以了 想吃的时候放平底锅煎一下就可以 这样做的香肠 干净又卫生 主要是没有添加剂 趁着十一赶快给孩子多做点吧